体谈名将孔令辉与演员马苏的恋情早已在圈内圈外传开 在很多人眼中想恋十余年的两人早已是恩爱的一对 只是还没有领证白酒而已 但最近一年多来关于两人分分合合的报道不少 近日凌晨又有人在微博爆料马苏疑似姐弟恋 与孔令辉恋情告急 微博称马苏与孔令辉的文体恋已走过十一年的风雨岁月 但两人的爱情却迟迟没有修成正果 最近记者连续目击到马苏与新的护花施者频频约会 亲密互动 更有圈里人透露马苏已经放心暗许他人 而新男友是小八岁的演员魏大勋 此消息一出立刻传开 难道日益见火的马苏移情别恋了吗 目前马苏方面对此传闻暂未有回应 记者联系其经纪人士对方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早前有爆出马苏因与吴奇龙合作新白发魔女传闹出绯闻后 有媒体爆料马苏与孔令辉十一年前终结 且双方均未正面回应过此事 近日孔令辉接受媒体专访 当谈到他与马苏的感情问题时 他表示他们从来没分开过十年爱情保鲜的秘籍在于信任 不少网友表示希望马苏的姐弟恋仅是传闻 与孔令辉要一直走下去 继续十一年的恋爱长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